我们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宫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八华王喀玛达 敬礼图灯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谈承三法 敬礼今天父母的主尊 玛哈双连词 各色连华同志 师母 丹真家座 徒等式地 徒等卡马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面和尚 神恰 心臓 眼 心臓 愛してる 愛してる 幸安 未知 有钾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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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通知大家 下个礼拜天 8月11日 下午3点PM 是姚子君母 的附谋法会 姚子君母的附谋法会 那谢谢这个 彩雷的这个 莲宴上司 莲喜上司 那莲琴 她的联谋 她们 这个姚子君母的像 把这个像 做了好几张 那我在南山雅寺 就供了两张 两张像 然后呢 在这个珍佛祕宴 又有两张 一张在问世房 一张在楼梯口 那在画室 也有一张 在彩雷 我自己的房间里面 也有一张 做了很多张的这个 那 谢谢她们 在做莲华童子的时候 这个 这一场法会 就是 看到姚子君母 然后 然后也看到 四个 这个我们的传承祖师 那四尊都来 还有 还挂我自己的 啊 妈的 那我妈的 跟四个祖师爷 跟姚子君母 她们都到 这个谢谢姚子君母 我这一生呢 全部都是她在照顾 下个礼拜是 要是姚子君母的父母 那昨天晚上有谈到说 这彩雷护母都有超度 那我把这个 没有超度完了就 跟着我回南山雅舍 我在想办法 所以 这个南山雅舍 平时就只有 师尊师母 还有这个 郁婷师姐 秦师姐 另外AP的 看护 就这几个人 但是我这个南山雅舍 都是客满 客人很多 我那时候就开个玩笑 我要处理 处理啊 那些这个 游民众 也发了 我很多的功 应该说 应该讲起来 踩雷 人家暴民 互谋的 应该要昏我一半 我是这样子讲 但是大家知道 是开玩笑的 那连验上司就讲说 那些钱都是师尊 那我回答 是看得到 但是用不到 哎 回去以后 啊 这个 家里的 就是 就是 维某姐吧 维某姐跟我讲 连验上司 最好的回答 是这样子 师尊 曾经讲过 一切都是无所得 那 无所得的话 师尊就不会计较 那我们这些 这些手得来 就是要帮助师尊 做公义的事业 也是帮助师尊 做菩提事业 做公义事业 这是 维某姐讲 他说 连验上司 如果这样子回答 就非常的严满 我就无话可说 以后要懂得这样子回答 你是在帮助师尊 做公义事业 做菩提事业 做菩提事业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知道 我没有发钱 那些钱给我 我也没有发掉 从来没有发过钱 从来没有发过钱 所以维某姐 我也帮 帮连验上司 回答 说这个是 帮师尊做公义事业 做菩提事业用的 其实 也没有人能够带走什么钱 没有 应该是最好的回答 就这样 我刚刚看到了 因为四个祖师也 看到我自己的母亲 看到妖之精 我们讲笑话 他 花了很多的钱 花了很多的钱 请来一个名师 来教儿子念书 一年过去 附翁就信问 儿子的学习 情况 这位名师就讲 这个七窍 通了六窍 富翁很高兴 就把很高的学会 付给这位名师 过了几天 家里来了客人 富翁总用 总用名师的话 来夸奖儿子 这位来客很惊叹 那就剩下一窍未通 一窍 一窍未通 就是全部不通 蚂蚁跟大象结婚 我记得我以前常常讲 蚂蚁跟大象结婚的事情 可是 可是 每几天 大象就死 蚂蚁非常的伤心 一边埋葬大象 一边哭啊 亲爱的 你怎么走在我前面 我这一生呢 什么都不用做 就只有在这里埋你 就埋一辈子 哈哈哈哈 太大 大象太大了 他要埋这个大象 这一生都埋不完 大象跟蚂蚁结婚的事情 有笑话很多的 我记得我讲过的 蚂蚁爬啊爬啊爬 终于爬到大象的耳朵 讲了一句话 这个 大象就晕倒 蚂蚁跟大象讲 老公啊 我有晕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大象就晕倒 另外有一个 蚂蚁跟大象的笑话 那个蚂蚁呢 在湖边 喊 大象啊你过来 大象你过来 那大象啊是在 刚好在吃里面 这个玩水 大象就 爬上岸 问说有什么事 啊 蚂蚁就跟他讲说 好没事了 你还是回到湖里面去玩水吧 那大象也莫名其妙 你到底叫我起来做什么 蚂蚁跟大象 蚂蚁跟大象讲 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脱穿我的游泳裤 哈哈哈哈 这都是很好笑的 蚂蚁跟大象 在离婚呢 法官问什么理由 他说 蚂蚁讲 我这一日子 嫁给大象 很辛苦 想要跟他接个吻 要爬半天 终于爬到了 两个人要接吻 他呼一口气 我就回了好远 哈哈 这只是离婚的理由 啊 这个 这个像话 是不对的 好吧 人生有五大个理由 五大理由 一 抽烟身体好 赌博念头脑 喝酒 没环脑 大象 练手脚 上船 练小鸟 哈哈 说话 如果你跟这个道理 包你开开心心 活到了 有这种事吗 我记得有一个笑话 是这样子 有一个罪汉 回家 他拿家里的钥匙 开家里的门 他始终啊 没有办法把这个钥匙 放在这个钥匙孔里 在那边 放了半天都放不进去 有一个警察过来 他说我可以 帮你什么忙吗 这个罪汉啊 跟这个警察讲 拜托你 帮我 把墙壁 扶住 不要让他摇 我就能够开门 这个也是笑 这个喝酒 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是正月把酒给断了 我以前在军中 喝酒是很有名的 人家军人呢 搭一个水壶 搭一个水壶 在旁边 在旁边 我那个水壶里面呢 是酒壶 里面全部装酒 有客人呢 到工兵营去找我 说你们这里有个 测量官吗 他说有啊 是那个每天脸红红的那一位 他说是的 就是要找那个脸红红 那一位测量官 每天喝着满脸红红 我离开工兵营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那边测量 我离开工兵营的时候 把那个行经床 因为我们到工兵营睡的是 自己的床 用那个环布 然后四个架子架起来的 还可以挂一个蚊帐 那种床 我收拾蚊帐 跟那个我自己的行经床 收起来 这床底下滚出来 哇 全部都是酒瓶 哇 就是 我当时当测量官的情况 哈哈 我在测量连 待了三年多 如果没有业务 我都上街上 去喝酒 那回到营区的时候啊 就醉醺醺的 就醉回来 就一路 一路走 就一路唱歌 摇头放耳 就走进营区里面 回到自己的书舍 我 我在台湾连长寺说法的时候啊 我的这个连长呢 以前测量连的连长 打庄民师 打庄民师 他来找我 我请他吃饭 他偷偷问我一句 他说 卢圣燕 你现在还喝酒 哈哈 我说没有 我没有喝酒 事实上我就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喝酒 把这一次有很短的时间 在这个西雷 西雅多雷藏寺 就喝一点sake 很短的时间 发觉 酒量退了 退得很厉害 没办法保持酒量 才那个 一点点的 连一个特利 都没有喝完 才喝几 两小杯而已 面孔救火 后来 因为我喝酒啊 有人就跟着师尊也喝酒 有这个 出家人啊 或者跟着我一样 每天喝酒 我说哎呀 当师父的不好当 可是决定敬酒 因为我喝酒 人家出家人也喝酒 要问他你为什么喝酒 师尊喝酒啊 学习师尊 哇 这个我担当不起 从此酒就断了 改吃冰激凌 冰激凌吃得正高兴 每天都很幸福 到他医院 哇 什么都超标 医生讲 你吃什么 我说我吃冰激凌 从此以后不可以给我吃冰激凌 哇 惨了 我回来 只好 没办法吃冰激凌 冰激凌也断了 现在我们的厨房主 也谢谢那个医王厨师 他帮我做没有乳糖 没有乳油的冰激凌 是冰激凌 是冰激凌 就是那个 用那个 strawberry strawberry 跟这个 spooberry blueberry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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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wberry strawberry blueberry 然后做两个 用冰沙 做两个那个小的 他没有奶油 应该可以吃 所以我现在唯一的 在西雷就吃那个 那个也算冰激凌 人生的限制太多了 现在呢 进入你问我答 这 加拿大 年花一亿问 鼎李师尊 年生佛佛 弟子进来 听师尊开示 唯谋结晶 受益伯多 师尊 为用最通俗的语言 禅述了最不可思议的智慧 实在是非常的精彩 特别感谢师尊的辛劳 师尊辛苦了 在历史上 禅中 禅中五祖 红冷大师 在传一的 寡一时 曾要求他的弟子 各做一个祭 神秀所做的祭子 是深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世 忽视若尘埃 慧能所受的祭 是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辉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若尘埃 而后 红冷大师将法衣传给了慧能 如此慧能 变成了地子上 著名的禅中六祖 地子的问题如下 提醒师尊 慈悲开示 这两首祭子之间 根本的差别是什么 地子 平日修行如神秀所做的祭子一般 每日的挑战 内容无非就是贪嗔之 疑慢悔 或各种杂念及妄念 本质上多大同小异 请问师尊 这两首祭子之间的豪沟 我们该如何去跨叶 这两首祭子的差别 神秀所做的 就是有 慧能所做的 就是空 一个是有一个是空 今天我们刚好要谈到这个 对 今天我们看 维摩结晶就是要谈这个 等一下你听听就好 一个是有 它的根本的差别 神秀就是讲有 慧能就是讲空 那这个豪沟我们该如何跨叶 如果是慧能来讲 以慧能的智慧来讲 不用跨叶 不用跨叶就是跨叶 你根本不用跨叶 如果依照神秀来讲 你就大步一点 跑得奄奄的 然后这个豪沟啊 这个猛然跳过去 就跳过去 神秀是讲 要大步一点 你就可以跨过去 慧能讲 根本就不用跨叶 等一下 刚好要讲维摩结晶 就是讲今天 就是讲今天你问的 怎么那么巧 就是加拿大的莲花异叶 你有神通 好美 今天讲的就是这个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 等一下你听听 我妈妈生了两个女儿 我相貌平平 我妹妹是貌美如花 这个我就问我妈妈了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我妈妈讲 哎呀 刚开始了 没有经验 没有知识 所生下来就是你 后来 现在有经验 有知识了 你妹妹就生的美一点 因为 没有经验跟有经验 没有经验就生的比较丑 有经验的时候就生的比较美 他妈妈讲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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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讲的 这是费金的笑话 有人说我屁股大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这哪里是屁股大 这个叫做坐稳江山 鬼门要开了 今天是农历7月1号 在一般来讲中国的农历7月1号 都是讲鬼门要开 多烧一点香 拌一点水果给好兄弟 大家混熟一点 以后呢 到了阴间 还有大哥可以帮你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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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们今天讲这个 人魔结晶 怎么没有勾起来啊 昨天已经讲过 殿天菩萨 今天要见喜见菩萨 什么叫做喜见菩萨 什么叫做喜见菩萨 这个菩萨 哇 大家看啊 都很欢喜 他看众生 他喜欢众生 喜见众生 很欢喜 其看见众生 看到他也很欢喜 这个就是喜见 喜见两个字的意思 喜见菩萨看到众生 每一个人都很欢喜 那众生看到喜见菩萨 每一个人也很欢喜 所以他叫做喜见菩萨 喜见菩萨也 他讲了 他出来讲话 摄跟摄空 是恶 摄即是空 非摄灭空摄 性至空 如是受想行事 就是不恶法 那整篇文章就是这样子 喜见菩萨出来讲 摄空 其实摄就是有啦 空就是空啦 这里的摄 便不代表美不美 不代表美不美 而不是跟你讲仇物或者是美 这里的摄 意思就是讲仇物 像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耳朵所听到的 嘴巴所敞到的 鼻子所嗅到的 身体接触到的 好 意识上有的 那个就是身 另外一个就是讲空 什么都没有 这两个是相差很远 一个是讲友 一个是讲空 刚刚那位同门问的也就是这个问题 一个是讲友 对不对 是讲空 那卢斯尊呢 在学校里面 有读过地质学 地质学 翻开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讲 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 早已天翻地覆 至少七次以上 七次以上 你可以在深山里面 高山顶上 挖到贝壳 贝壳的化石 哎 高山上怎么会有贝壳的化石 贝壳应该是在海底 在水里面 高山顶怎么会有贝壳 那是以前古代万年以上 他是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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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学过地质学 你也知道 上面第一句话讲 这个地球 已经变化了至少有七次以上 天翻地覆 蒼海酸甜 我问大家一句 有没有恐龙 有 你看过吗 我告诉你 在台中的科博馆 有人造的恐龙 台中科博馆 你去过没有 有人造的恐龙 有暴龙 暴龙 那会吃人的 那是暴龙 另外还有长脖子的 吃植物 专门吃植物的恐龙 还有灰灰的翼龙 这个都有化石 我们没有人看过真正的恐龙 你看到的恐龙当然是假的 你看到真的恐龙吗 没有 谁看过真的恐龙 电影 电影当然是假的 没有人看过真的恐龙 但是我家里啊 有个恐龙当 相信不相信 年期上次出来证明 年期呢 我家里有一颗恐龙蛋 恐龙的蛋 你知道吗 哇 这么大颗 这是恐龙蛋的化石 另外大家都相信有恐龙 为什么 因为恐龙确实有化石 那是几万年前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变化 整个都在变化 地球上有七次的变化 还有什么超级细径 那个在冰河里面 因为现在温度很高 这冰川里面 它有这个超级细径的卵子 温度高了 就冰川慢慢化解 从来很少化解过 冰川就是冰川 在加拿大 那个 就是那个公园 很漂亮的那个公园 我们去看过冰川 它那个锯起来的 用锯子锯下来的 那个冰真的是非常厚的 藏在里面 根本不化的 几百年都不化 里面有超级细径的 放出来的话 人类就完蛋了 全部都是 这世界很奇妙 它有七次的天欢地赋 本来是一有的 就变成空 没有 没有了以后再生长 生长以后变成有 有了以后又变成空 这样连续有空 有空 已经变化了七次 研究地质学的人就知道 几百万年以前 数百万年以前的东西 你都可以找得出来 像恐龙 我们没有人看过 它确实存在过 说有跟空 是一回有 一回就没了 所以我们现在人 现在这个世界 看来地球上也不太容易住 不太容易住了 因为天气越来越热 越来越热 地球越来越发烧 地球发烧了 土鲁鲁湾 你知道土鲁湾吗 火焰山 土鲁湾 火焰山 现在多少度 有人跟我讲 现在已经七十度 每一天都七十度 火焰山 西游记里面记得 记在孙悟空 这个经过火焰山 那个温度很高 没有办法过去 只有跟铁闪公主 他的拜把兄弟 牛魔王的太太 切上公主 借那个烘火山 去上那个火焰山 把火给他熄灭了 才能够过去 你知道土鲁湾的火焰山 现在温度几度 七十度 你说有东西可以活吗 你把火焰山的七十度 将来地球发烧的时候 现在四十度已经到了 我告诉你 四十度 我记得上海 前几天看那个 说上海四十度 这个台湾三十七度 台湾三十七度 上海四十度 土鲁湾七十七十度 我们这里现在已经很热了 采雷 西雅图已经很热了 差不多接近三十度吧 三十 二十八 二十八我们就觉得很热了 地球有一天到七十度 好啦 整个地球都七十度了 还能住人吗 没办法住人 那时候变成什么 那个时候就是空 没啦 所有东西都融化 所有东西都融化 菠油啊 大妈咖 两条咖 哎哟哎哟 真的 那个菠油路 那个都全部融化了 你不能走啊 告诉这是佛啊 那时候地球就是火天 还有东西吗 没有 你还跨什么步 跨什么壕沟 反正大家都升天了 依照月圆 你的自己所造的月 到了哪一个境界去啦 没有人类的 这个就是空 所以这地球的本质啊 本来就是空 这个有是短暂 短时间的 所谓慧能所写 只是讲空 金刚经所说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则相 直接给你指出来 一切归空 这个地球将来会空掉 真的空空啊 那时候也没有师尊 也没有你们 一切归零 那还有什么 这就是慧能所说的空啊 什么是有 有如是尊说法 有你们听法 有所谓的佛法 这个是有啊 有的本质呢 本来就是空啊 是由空生出来的 所以心经才会这样子想 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这观自在菩萨 行生菩萨 一多时 照见五蕴 借空 什么都是空 你理解了 你就心无挂碍 无挂碍 故无有恐怖 无颠倒妄想 以无所得故 菩提杀 这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主要的道理 观世音菩萨 观世在就是观世音菩萨 入最深的禅定的时候啊 发觉什么都是空 没有人能够得到什么东西 就是无所得 你能够悟到无所得 你就心无挂碍 无挂碍 就无有恐怖颠倒妄想 以无所得故 菩提杀 你因为悟到的无所得之德 所以你就成就 文革贼经里面所讲的 三花菩萨 问舍利佛 你得到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是怎么得到 舍利佛回答 无所得 得到 善发 善发天明 讲 你讲的没有错 所有的佛菩萨 都是以无所得 而正悟 得到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这个慧能啊 他以空 来胜过神秀的德 但是神秀到最后啊 他北上 变成北禅 慧能在南方 在广东 在广东的地方 他得到 他就是南禅 禅中分成北禅 南禅 北禅是神秀 武则天时代的时候 武则天很欣赏 神秀大师 南禅就是慧能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到宁南 就是广东了 到了宁南的地方 到了广东的地方 他得到的 就叫做南禅 然后由这个慧能那边 再分成五个派 五个禅中的派 底下传出来 就是这个禅中 一发开五夜 一发开五夜 就是滑眼 滑眼中 养 养 养为 回养 回养 这个 潮动 林济 林济 林济一贤 潮动 另外 石头西签 皇帝 有几个祖师也 分出来 就五个派别 但是现在 瓦眼跟这个 维亚 都没有了 潮动 跟林济 比较盛行 在这个 日本 韩国 流行的 就是林济中 台湾的 大部分都是林济中 我在日本 有看到 潮动中的道场 跟林济中的道场 另外 在韩国 也看过 禅宗的 那个 潮动中的 跟林济中 就是这两个宗派 林济一贤 那 这个果贤法师 香港的果贤 帮我替度的果贤 它是林济中 林济中 它有几个 几个那个 所以 所以 像 常智 常人 他们的 法号 都是属于林济中的 一个号 都是有一个 常日 常日贝的 果贤 是果日贝的 果日贝的 它有一个 记 有一个记 再来 再来就 轮到哪一个 智 是属于 林济的 林济的 那个 背部 是这样子的 所以有 北禅 南禅 神秀到了 这个 北方 武则天 非常喜欢 他 北禅 就在 那里 发芽 南禅 就是 慧能 这边 所显化 出来 演化 出来的 一发 开 一个是有 一个是空 有等于空 空等于有 不分的 那就是乘以一 油就是空 空就是油 他讲的 就是这个样子 色不宜空 空不宜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两个都不想 管他什么色 什么空 就是入不二华 所以刚刚那个 加拿大 莲花一 一问的 你也不用跨 过去 壕沟 根本就没有 壕沟 你不用跨 过去 你也不用 张开你的腿 伸得多长 去跨 也没有 勾 你照着 你的音言 起利益众生 就可以了 管他什么是色 什么是空 这就是不二华 那麦克风给他吧 不然大家听不到 还是你大声一点 我刚刚也是想到 那个佛的称号 这个是能人 这个是调义上 然后有一个叫做善事 善事 我想到 师哥刚刚开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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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这天 这天 称号 请深深 开简一下 善事 要我 要解释善事 很简单 事就是死 善就是好死 但是我想佛要成佛 他这个称号不是这么容易得来的 应该是他的修为吧 最好的死就是佛 这个叫做善事 懂吗 如果说他有烦恼 没有烦恼 也就是说不二 社空不二 或者是无所得 有跟无都一样 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 这个用在这个上头的成果 就是他的成就 对啦 那也是他成就 因为他死得很好 大家都提到 这佛的十个称号当中的一个 叫做善事 善事 世间解 无善事 对不对 调义丈夫 天然事 佛 这佛的十个称号 其中有一个叫做善事 请坐 谢谢师生 那跟这个有关 因为你悟到了 悟到了空 就差不多十个了 差不多 就是很好的十 我以前 也想过这个问题 什么叫善事 因为十个称号里面 其中有一个善事 是最难解 为什么佛叫做善事 就死得很好 没有什么遗憾 因为你悟到了 悟到空 你悟空 孙悟空就是悟空 那个坡猴 花火山的坡猴 他的法号叫做悟空 悟尽 他的法号就是悟到清净 悟能 他的能力 孙悟空 为什么叫做悟空 就是善事 没错的 你悟到空 你悟到空 就是善事 好好的死吧 善灯 我们常常讲善灾 善灾 活经里面常常有善灾 善灾 很好啊 很好啊 这是善嘛 那事呢 这是死的 就是善事 那就是悟空 那真的就是叫悟空 真的 所以我觉得什么都不要紧 哪有什么 这活在这世上 将来 最好不要遇到天翻地覆 你遇到天翻地覆 一下子就悟空 就没有了 你看恐龙那么大只 那暴龙那么凶 又会飞得翼龙 你晓得恐龙有好多种的 你把恐龙的种类 讲出来的话不得了 他们都找到他们的化石 我家里还有恐龙蛋 每天对着恐龙蛋 这样合掌 真的 这个恐龙蛋 这么大颗 很少看过恐龙蛋那么大颗 小恐龙生出来 人家送给我恐龙蛋 他家里没什么东西好送 就送恐龙蛋 这个人生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很奇啊 我们活在世界上 能够好好的活 真的就是善 好好的死 就是善事 对 师父啊 一时太热的时候 记得以前师父传 石人军刚大 的时候 师父也当了 热烈石人军 把这个太阳 都不全能力 就是一个正好 请师父这样的去思考 你叫我做 你要害我 这样子吧 莲花童子很伟大 对不对 他在马哈双年词 他也是阿弥陀佛的发生 阿弥陀佛很伟大 那其中我们密教里面有一个洗金刚 洗金刚 他手上都拿着东西的 他的手都有一个碗 都有一个嘎巴拉 嘎巴拉里面装的全部都是 其中有两只手是装的 一个是太阳 一个是月亮 我们就请洗金刚帮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確定 where you think 启神洗金刚 你所上的太阳 就把太阳 然后 персонale 你 Anderson 个人 他们就 With this 移离开地球稍微远一点就好 如果太远了大家都会冷死 如果太近了大家都会热死 所以要刚刚好 把太阳移稍微远一点就可以 让地球的温度减温 变成正常的温度 我们祈求细金刚的大力 让细金刚成就一切善化事业 现在是马哈双联池 莲花童子 向喜金刚 祈祷 祈求 让太阳跟地球之间 保持着正好的距离 让温度下降 不要那么热 但也不能太冷 刚刚好 真的太热了 我们也受不了 我告诉你地狱就是这个样子 地狱就是什么 八寒八热 十六大地狱 有八个地狱是很热的 八个地狱就像寒冰一样 所以下到地狱真的是苦不堪念 我们稍微来到三十几度 就已经受不了 现在台湾三十七度 那天看电视上海四十度 有人跟我讲火焰山 土鲁山 土鲁山的火焰山是七十度 那怎么火 听说加州的死亡谷是五十度 加州死亡谷是五十度 我刚刚已经求了 你们都听到了吧 求了 拜托 洗净缸 我拜托你 你不要让我漏气 我说明天更热怎么办 我说延到后天 后天又热怎么办 延到大后天 老奶奶看完奥运会的白米赛跑 金夫啊 金夫啊 真的很吓人 几个挖煤炭的跪在一起 一个拿枪的就要枪毙他们 没有瞄准就开枪了 哇 那些人都跑了 绳子都挡不住了 你知道几点的时候不能讲笑话吗 我告诉你 下午一点 因为一点都不好笑 我妈的被秘密 好 我妈的被秘密